1. 外食逼人 外食可内传脏腑 亦使人有头疼 身重 胸闷不饿 悍年 四肢困倦 不清爽之感 2. 内食丛生 不良饮食 引起湿热内肾 湿血组织 使体内的湿血堆积的更多 更快 叙事待发 湿气重增加运动量是十分关键的 现在很多人 体内湿气过重 都和运动缺乏有关 在运动量不足的时候 体内的水湿排泄会受到阻碍 甚至降低内脏器官功能 如果可以正常保持规律 良好的运动 在运动帮助下 将体内的水湿及时排泄出来 通常可以达到 促进健康的目的 因此想要将体内的湿气 尽快去熟 平时应该坚持一些好的习惯 每天保证有充足的运动量 而且可以适当晒太阳 这样可以将体内的湿气去除 中医推荐健脾去湿石疗方 中医认为皮主运化 如果皮虚了 就会造成运化不利 水湿内停 所以去湿的关键是健脾 这是正路子 准备赤小豆 茯苓 义人 蒲公英 枝子 铅石 大麦等食材 配置成茶包 开水冲泡五分钟 健脾厨师 意气泄酌 还您身清体盈 神清气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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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